為了要打擊詐騙 所謂沒有推出政府 專用的感染購買111 方便民眾去分工 都有一條信息是詐騙 另外我們在網路買東西 送貨的儘管 都會卡電圍通知 現在也要解除卡台北 必買民眾的個人 個人資料去讓人利用 都在詐騙集團用感染詐騙 所謂發展沒有推出政府專用的 111台北的感染發送北台 如果不是政府發送感染 都沒有辦法返回111台北 真正面穿變色度 另外推動電商業者都是物流運費技術 物流業者要卡給客戶時是卡台北 沒有卡給電費才會造成 減少股主管是會記錄 物流室只會收到一個代碼 那它只要撥打這個代碼 那就可以聯絡到消費者 消費者要回撥也是透過這個代碼 回撥給物流室 那這一組代碼它在一定的期限之後就會失小 所以它基本上跟個資就失去了連結 電信紙片不只是乾燥 有金紙片電費也讓人沒辦法訪問 紙片集團常常規模 加百八六開頭 跟電費購買 購民眾五回時再來電費 更加改心 NCC跟電信協助 市委才騙所有國際電費跟手機很疼 加百八六九開頭的國際來電 都會使用無形驚視 共發品將變出來電的源頭 在8月9月10月我們都可以看到 這個真正的我們886開頭的 從國際進來的花物 實際上只占了7%以下 原來這些都是尾茂的電話 剩下這才是真實的一個電話 NCC表示國際採看四十四四四月 加百八六年到八六十 抽級的國際紙片裡面 分都大錢加 不過四月四月加進 加百八六九九月九月抽級的加進 如果再經濟機制 國際電費所容有明顯降機 為國的1641萬通的官方 下降到10月分的84萬通 現時國際來電費 如果再加經濟機制 已經發肥信號 協助民眾萬里紙片 記者 總合法度 好